《新華社》報導說 依照《基本法》的有關規定 中共國務院上週四 根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建議 決定免去徐英偉的民政事務局長職務 港區人大代表洪惠民 1月3日舉行生日派對俗稱《豪門宴》 出席者包括徐英偉等15名官員 之後有出席派對嘉賓確診 令當局大為緊張 而市民對大批官員在疫情下參加大型聚會 也十分不滿 林鄭在1月31日公布調查結果說 徐英偉出席建會未遵守防疫規定 已經接受除的請辭 並免除他的職務 並將報請北京中央免除他的職務 之前政府曾兩次召開內部會議 呼籲避免參加大型集會 徐英偉是參加會議的官員之一 徐英偉也是首位 因防疫問題而下台的官員